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继承结构图 那因为这几个类都实现了MAP接口 所以说它里面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大同小异 我这就不一一去举例了 刚才主要是以Hashimap为例 去演示了一下MAP中常用的方法 开发当中常用的也是Hashimap 那咱们就简单说一下其他几个类的一些特点 首先来看这个Link的Hashimap 一看到这个Link的 你应该能想象到 之前咱们学过的Link的List 还有Link的Set 它们的特点都是存取顺序是一致的 所以说Link的Hashimap 它的特点也是存取顺序是一致的 之后再来看Tremap Tremap咱们之前也讲过了Treset Treset的特点就是 可以对里面的元素进行排序 因此Tremap它的特点也是一样的 可以对里面的元素进行排序 它排序的话主要是针对的Key 主要是针对的Key进行排序的 而这个Abstract Map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只是一个抽象类 主要是Tremap去实现了这个抽象类 那接下来再来看这个HashiTable HashiTable用的其实也不是太多 只不过面试当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它会问你HashiMap跟HashiTable的区别 它们的区别首先来看HashiTable HashiTable它是在GTK1.0引入的 引入的时候它是现成安全的 因此效率相对来说低一些 并且它的Key和Value不可以存储 不可以存储Nol值 不可以存储Nol值 就是空的NUL不可以存储那个值 而HashiMap它是现成不安全的 相对来说效率高一些 是在GTK1.2版本引入的 另外它可以存储Nol值 也就是它的Key和Value可以是Nol 这个就是它俩主要的区别 那通过集合这一章的学习 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个举一反三的能力 就像之前所说的 讲LinkedList的时候 它的特点咱们说了 那LinkedSet包括LinkedHashiMap 特点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想象到 还有包括这个Treeset和TreeMap 它们的特点 学了Treeset之后 再一看TreeMap 大概能想象到它里面的特点 是什么样子的